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市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有四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缅甸轰炸印度的这件事情 虽然是缅甸轰炸印度,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却成了印度和中国较劲的一件事情 它是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来说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中国现在的疫情 中国现在的疫情呢,有多个一线二线城市宣布疫情已经过去了 那么并且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 那么临近过年,他们都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呢,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就来说一下中国境外的,主要是周边的这些国家呢 在抢中国游客的这件事情 那么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辉瑞制药啊 对于抢占中国市场,他们仍然是不甘心 现在呢,美国倾全国之力,在帮助这个辉瑞呢,来抢中国的市场 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会儿我们来说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有两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来沟通一下哈 第一件事情呢,大家知道不知道 今年1月14号呢,是中国农历的小年,大家知道吗 1月14号是农历的腊月23 那么我查了一下哈,中国的北方腊月23就是小年 而南方呢,他们是在腊月24过小年的 这个呢,我在之前不知道 但是去年,当我说祝大家小年快乐的时候呢 得知南方是在24过小年的 所以我今天的节目呢,现在就提前祝大家小年快乐 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 还有呢,中国大陆的朋友看到的时候 都已经是小年了 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面祝大家小年快乐 另外一件事呢,就稍微的提一下 如果我再不提的话呢,有的网友呢,就伤心了 就是关于这两天我变换了这个发型 大家都觉得说呢,哎呀,你这个短头发 那么精干,那么干练哈 和你这个节目啊,和你这个性格呀 甚至和你的年龄啊,都很匹配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长发呢,长发又不好看 啊,这个事情呢,我想来说一下啊 首先呢,就是我本人其实呢,我是喜欢长发的 以前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经常留长发 但是呢,长发留起来没多久呢 哎,就又给它剪短了 并不是说我多么的喜欢那个短发 而是因为呢,就一个原因 短发呢,在洗澡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一些 长发在洗澡的时候呢,就非常麻烦 那么现在呢,我做这个视频啊 短发还给我带来另外一个苦恼 就是呢,这个短发呀,你老得打理啊 短发呢,其实在理发师那儿呢 是非常挑理发师的技术的 不是每一个理发师都能理得好 一个呢,就是稍微不去打理啊 这个短发就没闲了 第二呢,你去找那个理发师啊 就算是你固定一个理发师 他都不一定,他这回给你搞的吧 挺好的,下回可能就不好了 所以呢,这个短发呀,很不容易给他搞好 搞好的时候短发很好看 但是搞不好的时候也很丑 那么我呢,又不想留起来 因为洗澡很麻烦 那么我就想呢,用假发 用长的假发 那么戴假发呢,我已经这是第三天了 你会发现,我都在改进,对不对 第一天的时候,那个头发帘呢,就不好看 第二天呢,我就把头发帘呢 给他改进一下,好像更不好看了 有的网友说好一点了 有的网友说更不好看了 那么我这第三天呢,我根据有一个网友 给我的提醒呢,我又改进了一下 哎,我感觉今天还不错 那么有些网友呢,可能就不适应 由一个短发的寒眉,成了一个长发的寒眉哈 时间长了就好了,好吧 请大家给一点耐心啊,慢慢的 时间长了,你习惯了就好了 我觉得我今天我给他搞的呢,基本上就可以定型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好吧,因为我以上呢,所说的这个原因呢 我今后啊,我本人仍然还会留短发 但是呢,我会用长的假发 这样一来,让我在短发的打理方面呢 就不用那么苛刻了 早一天去打理,晚一天去打理 这个理发师给我打理,那个理发师给我打理 或者理发师剪坏了,我也不怕他了 反正呢,我有假发 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至于说与年龄相仿,这个我可不接受啊 对于长得漂亮的,时尚的,五六十岁的女人 仍然可以用长发 我都看到有七十多岁的,还是长发呢 就是咱们那个中国人 他叫什么王威威啊,还是叫什么的 就设计婚纱的那个女的 他都七十多岁了 他仍然非常时尚,仍然是长发 还有中国的那个舞蹈演员叫杨丽萍 对不对 都好像六七十岁了呀 七十岁左右那杨丽萍吧 还仍然是长发,对不对 时尚的人永远年轻 好,现在呢,就进入正题啊 首先呢,第一个话题啊 就是关于缅甸轰炸印度的这件事情 昨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事了 因为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简短的新闻 说缅甸轰炸机呢,跨境到印度那边去轰炸 但是呢,我没有看到很多的媒体来说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 那么今天呢,因为印度的反应 就让很多的媒体就开始讨论这件事了 啊,我才搞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它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缅甸和印度呢,它是交界的 那么它交界这个地方呢,是山也高,林也密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啊,容易有土匪 缅甸和印度交界这个地方呢,也不例外 那么长期的缅甸这边呢,那些反政府的武装呢,他们就躲藏在他们的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印度那边呢,它同样的也是印度的那些反政府武装呢,躲藏在深山老林里面 那么缅甸呢,这一块和印度那块呢,它是同一块,它们两边呢,是相连的 所以说呢,缅甸其实呢,这一次 虽然说它的飞机啊,它跨境了 但是呢,它的打击对象啊,并不是印度 它无异于去侵犯印度的主权和领土 它只是去打击它自己的那个反政府武装 所以说印度呢,并没有马上就来反击,对吧 并没有当成一个缅甸的侵略行为而进行反击 首先这个问题呢,我找到了答案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的媒体呢,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印度 印度说呀,说缅甸使用了米格29战斗机 然后跨境到印度那边 去打死了七个人,打伤了二十个人 然后摧毁了武装组织的那个营地 那么印度就说呢,这件事情它们要调查 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它们印度的公民 还是说只是打死了缅甸的公民 好,这是一个事儿,大家好像不是很在乎它打死美国公民的这件事儿 媒体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是什么呢 就是缅甸这边,它明明使用的是中国的骁龙战机 但是呢,印度非得说呀,这是米格29 缅甸的一方都说了,我们用的不是米格29 我们用的是骁龙战机 好多的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说呢 就打脸那个印度 那么印度呢,它不知道这个战机是什么战机吗 它应该是知道,它肯定是知道 它就是不愿意承认这是中国的战机 因为什么?其实也很明显 印度呢,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有战机 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战机厉害 第三,也不愿意承认呢,中国的战机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呢,很受欢迎 这三方面的原因,让印度啊 在面对中国的骁龙战机的时候 它就不说是骁龙战机 它说是米格29 这样的事儿呢,以前也发生过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巴基斯坦 那是咱们的巴铁啊 巴铁呢,它就用很多的中国的武器嘛 那么有一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用中国的骁龙战机 就把印度的一个F-16给它打下来了 那么那一次呢,印度也是 印度就死不承认那个巴基斯坦用的是中国的骁龙战机 所以呢,印度这个小心眼哈,这个小九九 就不言而喻了,对不对 另外呢,我还看到有媒体说呢 就是中国的骁龙战机啊 打脸印度,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说中国骁龙战机啊 它都跨境到了印度那边 但是印度的防空系统并没有识别到 也没有进行拦截啊 说这是打脸印度的另外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们的防空系统呢 是非常差劲的 哎,我就觉得说呢 刚才我一进给大家介绍了哈 因为这个缅甸和印度 他们两国边境地区呢 都是这个深山老林 全都是他们的反政府武装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印度呢 在这样的一个边境地区 并没有去浪费它的资源 在那里部署防空设施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也没准有这种可能哈 另外呢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哎,缅甸怎么突然就去进行打击了呢 这个呢,其实并不突然 一个是呢 这些反政府组织啊 就经常搞事 另外一个呢 他们最近确实是搞事了 那么缅甸呢 他们在新年的时候呢 就搞了一个新年音乐会 结果这个反政府组织呢 就去偷袭这个新年音乐会 就炸死了60多个人 所以说呢 你想这个缅甸政府 能够善罢甘休吗 所以呢 就对这个反政府组织呢 进行了这样的打击 那要这么说的 这反政府组织就成了恐怖组织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今天视频里面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中国的疫情 那么还显然中国呢 大江南北全国上下 那些大中城市啊 这些个博主们 民众们都在晒幸福 都在晒自己的这个逛街呀 出门吃饭呀等等啊 这些文化娱乐 这些生活方面的 那么很显然呢 美国和西方的那些媒体啊 在大城市里面呢 就已经没有办法腥风作浪了 那么这两天我就看到他们啊 昨天我忘了是哪一个媒体啊 到中国的这个乡下呀 开始去搜集这个疫情的资料了啊 说现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啊 疫情又泛滥了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西方的媒体呢 他们就在搜寻中国的 但凡有点头有点脸的人啊 去世了啊 包括大学的教授啊 如果去世的话呢 就拿出来大肆的进行渲染 就觉得这个呢 就是中国这个抗疫失败的活生生的例子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对不对 那美国什么加拿大欧洲 难道没有凌人死亡吗 比如说昨天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报道 大家知道那个猫王吗 猫王早就死了 对吧 但是他那个女儿啊 今年是55岁 好像是55岁啊 昨天呢 就突发心脏病 然后呢 就进了医院了 而且他那个心脏病呢 说是一个全面心脏病啊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以前我就觉得心脏病是心脏病 怎么叫全面心脏病呢 他是一个全面心脏病 就很悬呢 那如果今天要是死了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和疫情挂钩呢 和美国的这个大魔王病毒挂钩呢 另外呢 我还看到呢 就是在新年的同一天 12月30号那一天 同样的是在加拿大的 Nova Scotia这个省啊 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同一个医院 反正有两个死在急诊室的 有一个呢 是一个女的才35岁啊 他就是在新年夜11点半的时候啊 肚子疼的就受不了了 然后他老公呢 就给他弄到这个医院里面去 他都不能走路 他老公呢 给他背到了这个医院里 去了以后马上就把他放在一个轮椅上 他在那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新年的早晨6点多的时候 才有医生来看他 医生来看他之前呀 他那个肚子疼的都受不了了 然后就躺在地上 不能坐轮椅 躺在地上 那医院也不管他 那么还是那个保安呢 给他拿来的毯子 给他铺在地上 让他在地上躺着 一直到六七点钟的时候呢 医生才第一次露了面 那么医生露了面以后呢 马上就把他送去拍那个X光片 在进去拍X光片的时候啊 他老公刚给他送出去 然后呢 就听着这个X光片那个屋里面啊 一片混乱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往那个小屋跑去 然后呢 那些人都把他老公呢 给他挤到墙角上去了 那么这个女的就是在进了X光片 在那拍X光的时候呢 结果啊 就不行了 那么多人 这时候就都出现了 之前的时候 你都见不着那医生啊 这时候呢 就全都出现了 全集中在这个X光片室 结果一会儿就出来 告诉他老公说 你老婆死了 啊 这事呢 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老婆到底是怎么死的 就是肚子疼 怎么就死了呢 才35岁 35还是36 我记不太清楚了啊 30多岁反正是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 是我昨天看的 同样的也是在新年的那个头一天夜里面 有一个67岁的一个老太太 她呢 说是很奇怪啊 下巴疼 下巴疼 然后再加上说是有福禄的症状 就是病毒感冒的症状 然后呢 他们家人呢 就给他送到那个 Nova Scotia的那个医院 结果呢 到了医院以后吧 七八个小时啊 也看不到医生 然后呢 他就是因为 好像觉得 也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下巴疼 还有像感冒一样的症状啊 他就是说呢 那不如我明天 还是去看这个 家庭医生吧 他就回去了 他回家呢 不到一个小时 结果就死了 你说这些 如果这两个案例 如果在中国发生的话 哎呦 你看吧 不得了 中国国内的那些人啊 那些韩国党就不得了 那么国外的这 更是邓气雅来了 就推波助澜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加拿大 他也会发生啊 哎 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死啊 有的人也会是 非正常的死亡啊 预料不到的死亡啊 咱们三前不说 去急诊室的这两个人哈 这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就说猫王他的女儿 对不对 猫王的女儿 要是死了的话 你能说就断定说 他就是死于这个新冠感染吗 假如说他此时此刻呢 他就阳性了 他身体里面就有这个新冠病毒 你能说这猫王的女儿 就是死于新冠吗 还是死于心脏病 是不是 对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67岁的那个 等了七八个小时回家 不到一小时死了 这个啊 这个已经有了结论了 这个医生给他的结论 他说这心脏里面积液了 造成了死亡 家属也表示不解 现在就觉得说心脏里面的积液造成了死亡 怎么他的症状是下巴疼 还有感觉跟感冒似的呢 让人特别疑惑啊 我也不想渲染这些啊 我就是想说呢 这些东西啊 他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到了中国身上呢 就大肆的渲染啊 这西方的媒体现在呢 就到中国又来找事啊 找那些呢 稍微就是有点名 有点气的啊 就是一炒作他这事呢 就是他周围有人 比如说大学教授 他说会有很多学生啊 对不对 然后就炒作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呢 又到农村去炒作 那中国现在什么情况呢 大城市啊 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呢 现在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那有的城市呢 甚至于官方声明说 我们的这个疫情就过去了 比如说大连 大连今天就正式的宣布 我们这疫情就过去了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有很多城市呢 因为快过年 明天就是小年了吗 此时此刻中国已经是小年了啊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要返乡过年吗 对不对 过年是一件大事 是中国人口迁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 前两天我就说啊 说这个春运呢 期间中国政府交通部门估计啊 会有20亿人的大迁徙 20亿啊 有的人可能奇怪 哎 为什么会有20亿呢 20亿人次啊 就是说有的人呢 他会到处趴趴走嘛 对不对 他今天呢 可能到这个城市来旅游 明天呢 到那个城市来旅游 他这个春节期间 春运期间呢 可能他一家啊 都去了很多地儿 比如说一家三口啊 他就有可能呢 他贡献了30 甚至上百人次的这个迁徙 他是这么算的 所以呢 在春节期间 中国有20亿人次的大迁徙 那么现在我就看到呢 有好多的城市 还有好多的省政府啊 他们就出来就鼓励大家 说是呢 如果你回乡过年的时候呢 如果你家里人 你父母或者族父母 他们手里没有药的话 你可以从大城市呢 带一些药到乡下去 在过年期间使用 因为大城市现在不大用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政府号召大家啊 那些前一阵子 在手里面囤了一些药的那些人 现在大城市疫情呢 基本上就过去了 那你手里的药呢 就是多余的 希望大家呢 能捐出来 捐给那些乡下的地区 使用这些药 他们可能下一步呢 春节期间 他们会更需要 另外呢 我就看到中国的一些城市啊 他就开始打这个旅游广告了 而且呢 还会想一些呢 可能就是百姓 特别欢迎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成都啊 他就推出来一个什么呢 他向全国推出来了一个 他会发放5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他向全国发放啊 也就是说呢 全国的民众 如果你到成都去旅游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领取这500万元的消费券当中的一部分 对吧 你就会享受到这一项福利 至于说他是如何领取的 如何申请的 这个我不知道啊 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 这是国内的情况啊 咱们再说呢 就是中国在1月8号的时候就开放了这个出入境啊 这个1月8号开放出入境呢 因为是之前呢 就已经是公布了的 那么所以呢 中国境外的这些国家呀 还有一些旅游相关的企业呀什么的啊 人员呀什么的 他们都有时间来提前做准备 那么对于中国这次的开放出入境呢 潜在的来自于中国的这些游客呢 全世界的国家呢 就不同的态度啊 就有一些西方国家哈 或早或晚的啊 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晚于美国 就看美国的马首是瞻了 美国呢 就对中国的游客呢 就实施了一个制裁 哎 他们就全都跟着啊 你愿意这样的话 那随便你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人家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 全都对中国的游客呢 张开双逼 之前的时候 泰国就是说呢 他们的副总理啊 带着部长会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来自于中国的游客 那么据中国的游客反应啊 他们下了飞机以后 在泰国的机场 就感觉到自己呢 是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的 接待呀 那么泰国之前呢 还供不说 所有的游客到泰国去呢 他们都免费的给你打疫苗 和疫情有关的那些都是免费来提供啊 那么人家泰国做出来的努力呢 人家也得到了回报 所以呢 中国1月8日开放以后啊 得到的游客最多的就是泰国啊 那么泰国呢 由于分付出就有了一份收获呢 这个就让其他的国家很眼沉 比如说马来西亚就非常的眼沉 今天我就看到呢 就马来西亚的旅游局的局长宣布说啊 说我们会为中国的这些游客啊 铺红毯欢迎你们啊 我们的红毯已经铺好了 中国游客来了以后呢 你们会感觉到像明星似的 走红毯进入马来西亚 在什么地方铺的红毯啊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信息 就说什么呢 现在东南亚的国家啊 都在抢中国的游客哎 那么同时呢 我们就知道中国就对日本和韩国采取了反制措施 就不对日本和韩国的公民啊 发放签证 那么日本和韩国的旅游业呢 之前的时候他们也摩拳擦掌啊 准备好了要接待来自于中国的大量的这个旅客啊 日本的旅行社甚至呢都在和中国大陆的这个旅行社呢都在谈合作了 结果呢 日本和韩国呢就推出来说对中国旅客的那种限制啊 这个限制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啊 现在中国人呢就不去韩国和日本都去这个东南亚 人家那边啊 总理到机场来迎接 人家铺红毯来迎接 人家对你呢是非常热情的这种迎接 而另外一边呢 你拉着个脸对不对 甚至于韩国 还去把这个中国的游客跟犯人似的啊 你要是不接受他们的隔离的话呢 他就给你抓回来当成刑事犯 同时呢我就看到啊 他们还给你这个中国旅客啊身上啊 带一个黄色的活儿 我不知道带着手腕上带着脖子上带哪 反正就非常显眼的一个黄色的一个活儿 让中国人呢觉得非常的受辱 这个侮辱性了我们又不是狗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就很多中国人啊 我可以想象出来他们就根本不去 现在日本和韩国的那个旅游业啊 就干瞪眼 哎 干瞪眼 干瞪急 看着人家东南亚那边呢 这个旅游业呢 红红火火 就没他们什么份 我第一天就说了 日本的旅游业大骂他们的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对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反制呢 我想这也是在帮这个东南亚 是不是 那么你那边呢 对中国这么友好 你这边这么不友好 那中国当然是帮那边了 是不是 人家东南亚那些关键的人跟你竞争还来不及呢 你往外推 啊 特别欢迎啊 欢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行为 另外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行为也是啊 美国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之前的时候啊 中国的游客特别爱去美国 美国的游客来源国当中呢 中国是排第一的 而且是遥遥领先 而且中国人 巨能花钱 中国人到美国去几乎呢 就是去扫货的 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呢 美国又不像欧洲似的 对吧 名胜古迹那么多 那么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名胜古迹 中国人去了干嘛 中国人去了以后呢 一脑袋就扎到他们的 那个奥特莱斯 奥特莱斯是什么呀 就是他那个厂家的直销商场 我之前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奥特莱斯 我还是听国内的人跟我说的 说奥特莱斯 我说奥特莱斯是什么东东啊 啊 国内的人呢 凡是说接触到到美国旅游的都知道这个奥特莱斯 可是呢 现在美国的奥特莱斯是什么景象啊 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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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商家呢 难以为计就得关店 那么有一些奥特莱斯呢 因为商家的关店 那么这奥特莱斯本身都经营不下去了 不得不关张 这就是美国呀 对吧 你愿意这么做 那这是你的事 这是你的事 这是你的损失 这绝对不是说 咱们作为中国人这种ACU精神 我告诉你绝对不是 就我这个人呢 我的这个智商 我的工作态度 大家呢 是有目共睹的 对不对 我不仅做这个视频 我是高度认真 高度自律 高度高产的 我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像我做视频一样的 你知道吗 那么我到加拿大以后呢 我有失业过两次 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呢 我的manager还跟我讲啊 安抚我 说你啊 你是一个很好的worker啊 说你等着呀 我会争取啊 尽快的把你再叫回来 我说不用 不用 我不想回来了 你都不知道 我多想失去这份工作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啊 是在downtown的 啊 downtown有很多问题 因为他的这个堵车呀 因为他这个没地儿停车呀 就有好多问题 我都不想在downtown上班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那份工作啊 他失去了 后来我第二份工作失去的时候呢 那么我老公呢 就来劝我啊 我说你不用劝我 他们把我辞退了啊 就我活在这世界上 就像我这样的员工啊 任何一个公司如果雇了我 就是他们的福气 任何一个公司失去我 是他的损失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因为呢 我很容易在找到下一个雇主 我找不到下一个雇主 我自己给我自己干呢 我仍然是一把好手 我干什么都是一把好手 就像美国这个道理一样 美国你失去中国是你的损失 不是中国的损失 美国呢 一天到晚呢 就是呢 小心眼啊 搬起石头来 要砸别人 结果呢 同时也砸他自己啊 中国有一句话叫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对吧 其实美国是反过来的 他是呢 伤敌一千伤敌八百 谁难受谁知道 美国超级难受 但是呢 美国的民间难受 美国政府根本不在乎的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 根本就不在乎 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你要是去那个 TikTok里面去看的话呢 就TikTok里面那国主啊 美国的就是在骂美国 加拿大的在骂加拿大 我才理解了 为什么美国那么疯狂的 想把这个TikTok给他关了 因为那是一个 骂美国骂加拿大的一个窝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就说这个美国 美国辉瑞的这个药呢 被中国的医保给提出来之后呢 美国有多么的不甘心 多么的不甘心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哈 他就由一千八百九十 降到了六百零四 然后中国政府仍然不买账 中国政府说我就出两百 多一分我都不买你的 你干就干不干就拉倒 那么很显然辉瑞这个吃药啊 他这个两百啊 他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接受 那么他现在呢 我就发现啊 他第三轮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呢 就开始用这个媒体了 不过之前他也用媒体啊 他老子来攻击这个中国政府啊 说中国政府啊 就出两百的这个想法就特别不现实啊 杀价杀的特别狠啊 小刀磨的疯快啊 啊攻击这个 那么现在他们攻击中国政府 他攻击什么呢 他就攻击说呀 说中国政府哈 就是站在中国的那些资本的背后 而不占这个辉瑞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他们特别搞笑哎 我就看到美国之音啊 他组织了一些专家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说中国政府啊 问题出在哪里 啊 中国政府呢 他们就是选择占一些资本 不占一些资本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中国政府呢 和美国政府一样啊 是被那个资本驱动的啊 但是呢 我就看到美国之音 他请的那个嘉宾里头啊 都有明白人 然后他那个嘉宾里头 有一个人 我认为他就说了实话 他说这个东西啊 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政府 他占的那些个资本啊 那是中国的资本啊 就是说你把钱 花到中国的企业的身上 那是中国他自己的 他这个钱呢 没有流出中国 他那个企业 挣了钱以后呢 那这个企业啊 还有他的员工啊 他反过来再花这些钱 他还是花在中国自己的身上 但是你辉瑞就不一样了呀 你辉瑞你到中国去挣钱 挣完钱你拿着跑了呀 你拿着回到美国了呀 这是美国之音请到的嘉宾 其中的一位 说的这个大实话 现在辉瑞呢 还有美国啊 想让这辉瑞 挣中国的这笔钱啊 简直就是想疯了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想钱想疯了哈 用在现在的辉瑞身上呢 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我准备了十条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新闻呢 是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政府发布的新闻说呢 说对于新疆失踪 失联的青少年案件呢 进行严查 建立命案机制 那么这条新闻 给我们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理解啊 难道说新疆那边的 失联和失踪的青少年 比较多吗 那么为什么新疆 会出现更多的失踪和失联的青少年呢 那么这件事情的那些海外势力呢 肯定会造很多的谣 对吧 但是呢 我想说一下 我看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看到没看到 我在推特上就看到有一个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小伙子 他年龄不大耶 他可能也就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样子 那么他离开中国以后呢 他好像是先去了中东 然后呢 又去了欧洲 现在他好像在美国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 他都是和那些海外的独运人们联合在一起 对中国进行污蔑造谣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呢 知道不知道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在新疆 是不是被他们家里人抱为失踪失联呢 第二个新闻呢 是关于那个胡新宇的 那我昨天看到中国官方报道说 现在中国的公安机关 就在胡新宇的失踪的那个城市 叫阎山县 对吧 在他那个地方 又洒开很多人 跟那搜索胡新宇啊 这个新闻让我挺震惊的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的警方为什么会这样 胡新宇如果说他死了 那他的尸体如果还在这个阎山县的话 我想早就应该出现了 因为呢 现在太多的人啊 就是出去锻炼呢 出去闲逛啊 出去遛狗啊 还有那些出去什么采蘑菇啊 各种原因的这种到处走的这种啊 我觉得阎山县那个地方 如果胡新宇的尸体在某一个地方的话 早就应该被发现了 那这么长时间 在那个地方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啊 我觉得公安机关的那个思路是对的 就觉得胡新宇呢 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失踪的 而他主动失踪这么长时间 不被发现 我想他一定是和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方在合作 谁对这个特别有经验啊 我第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些传销组织 当然还包括那种呢 要人家器官的那种犯罪集团 但是我转眼一想 警方呢 之所以会这么做啊 我想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胡新宇的家长啊 不依不饶 同时呢 还有社会舆论可能不依不饶 要求他们去搜索 据说胡新宇的家长呢 基本上啊 他就跟学校不依不饶 他认为这个胡新宇呢 就是被学校害死了 他应该被在学校藏在某一个地方 或者是呢 被处理了他的这个尸体啊 胡新宇的家长相当糊涂啊 相当糊涂啊 不过也难怪 他的家长呢 就是当地的普通农民 我想呢 第一 他受教育程度啊 肯定高不了 那为什么他受教育程度不高呢 就是想当年 他就学习不好呗 考不上大学呗 对不对 那些学习不好 考不上大学 这本身这件事 本身就说明 他的智商就有限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一生当中 他的见识又有限 所以他对事情的认识和判断呢 一定是有限的 那么中国现在呢 就是这些强势民众啊 有的时候就绑架这个政府 所以呢 我想中国的警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大搜索呢 有可能是被这个家属或者是民意绑架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警方可能也不介意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做的话呢 也会迷惑那些犯罪集团 让他们觉得呢 犯罪集团没有纳入警方的这个视线里面 这样就容易让犯罪集团呢 让他们露出马脚 露出破绽 让警方有机会破案 好 下面再说呢 第三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是来自于美国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哈 这段时间 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这段时间 当疫情出现以后 特朗普为了甩锅 就把这个病毒呢 非得说是中国病毒 一天到晚呢 把这个挂在嘴上 作为一个总统 一点证据都没有的这种指控 能天天挂在嘴上 你想想看美国的素质有多高 是不是 那么在特朗普的这种造谣污蔑和煽动之下呢 那美国很多人就对中国人产生了仇恨 这两天呢 美国有一个法庭就在开庭审理 一个袭击致人死亡的案件 那么被袭击的一方呢 就是一个华裔的老人 他在捡啤酒瓶啊什么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被一个白人男子攻击 那这位男子呢 把他打倒在地以后 就对他的头部进行拳打脚踢 致使这个华裔老人失去知觉 后来那个年轻人呢 就逃之夭夭 有人呢 就打这个报警电话 救护车来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华裔老人拉到医院里面 但是呢 后来也不治身亡 就是好端端的一个生命啊 就被夺走了 就这样被夺走了 那么这两天呢 美国的法庭对这个年轻人进行审理 这个年轻人就在法庭上公然的承认说 他对这个老人的攻击 就是出于对中国人的仇恨 那么现在呢 我还没有看到有报道说 为什么他对中国人有这样的仇恨 跟特朗普说什么中国病毒啊 熊猫病毒啊 这些有没有关系呢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英国王子哈里 我前两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哈里呢 现在写了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呢 叫大街王室的秘密 把他老爸 把他哥哥 把他嫂子 然后都接了个遍 那么他这本书呢 据说现在呀 特别的上销 特别的火 特别的红 可是呢 我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 这个哈里王子啊 在这个书里面 大街这个王室的丑闻 虽然说书火了 但是呢 对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呢 伤害是非常大 也就是说呢 书火了 他的人黑了 或者说人臭了 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昨天的时候 他爸爸也就是查尔斯国王啊 还有他哥哥和他嫂子 都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他们在这本书被透露之后呢 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呢 还不错 说没有受这本书的影响 但是呢 这也有可能装出来的 对吧 不受影响才怪呢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秦刚呢 上任之后 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进行了这个通话 这是拉夫罗夫主动给秦刚打的电话 那么之后呢 在新闻稿里面啊 就出现了他们两个电话里面的主题 就提出来了一个三步 这个三步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外交立场是不结盟 不对抗 不正对第三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步啊 自从他们俩通话之后呢 不断的被炒作 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呢 现在出现了急转弯 要和俄罗斯决裂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时候 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有一个三没有 这三没有呢 就是中俄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 那么西方的媒体呢 就在炒作说呢 这一次秦刚和拉夫罗夫 这里面的这三步 就是对三没有的一个否定 我觉得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我们来看中国的外交立场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是中国打从建国以来 一直秉持的这么一个外交立场 从来都没有变过 不管和俄罗斯关系是什么 从来都没有变过 对不对 就是和俄罗斯的关系的 那个声明里面 第一次出现三没有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的时候呢 中国的那个三步外交政策 也是存在的 而且呢 就这三步 不结盟 不对抗 和不针对第三方 怎么就否定了 与俄罗斯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和没有上限呢 不结盟 难道还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吗 不对抗 难道说就否定了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吗 不针对第三方 难道就否定了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吗 很显然是说不过去嘛 对不对 这就是西方媒体的 这个歪曲 污蔑 带风向 这体现了 他们就希望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恶化 分道扬镳 这是他们的希望 我想对他们送四个字 痴心忘想 那么西方的媒体 这两天呢 还在炒作 另外的一件事 就是呢 外交部的发言人 赵立坚 他最近呢 有了一个新的职务 那么西方媒体呢 就开始炒作了 说这赵立坚呢 调到新一个职务呢 就是被扁了 他们就根本找不到 这个炒作说被扁 为什么被扁 对吧 中国外交部 为什么要扁这个赵立坚呢 赵立坚是一个 很好的外交官 那么他为什么会调任 另外的一个职务 是评级的 都属于副司长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 我就说呀 赵立坚的调任呢 没准就是对赵立坚的 一个锻炼 丰富他的精力 将来有可能会有更大的重用 比如说副部长之类的 对吧 但是呢 西方的媒体就拼命的 在炒作 说中国政府呢 就是扁了这个赵立坚了 他们昨天呢 就抓住了一个机会了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赵立坚的老婆呢 发了一个16字的微博 那么他这个微博呢 是这么写的 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荣辱不惊 就是这么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谁来说 都具有这个鼓励意义 激励意义的 这么16个字 结果呢 能被这些读运人们 解读成什么呢 这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情绪的发泄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叫 荣辱不惊 那么在有些人带风向的这种情况下呢 有的人就肯定跟风了 你想想看 对不对 结果呢 赵立坚他老婆呀 我看的媒体是这么报道的啊 其实我都没去查 他是不是真的就删了 结果赵立坚他老婆呢 就把这条微博给删了 完了以后呢 这帮海外迷运啊 就更加是觉得得到宝了 剪刀枪了啊 说这就是证明了赵立坚 是被贬了 他老婆呢 是觉得受辱了 所以呢 就发了一个荣辱不惊 可是荣辱不惊 这里面还有个荣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荣呢 怎么能说就是乳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呢 就在借题发挥 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攻击中国政府 来挑拨中国的矛盾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俄乌冲突的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两天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呢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就是巴赫木特北边30公里的 索列达尔这个小城市呢 被俄罗斯拿下了 那么乌克兰一方呢 就指责俄罗斯非常残忍 说把那个地面呀 都炸的跟筛子似的 全都是坑 但是呢 我看加拿大的媒体报道啊 加拿大有一个省啊 有一个人参加了那个雇佣军 他经常是往加拿大这边的媒体 提供一些信息啊 据他所说呀 说这个巴赫木特啊 以及他周围的这地区 全都没有平民了 平民呢 早就撤离了 等于说这个地方呢 就纯粹是一个战争基地 那么乌克兰说 俄罗斯残忍啊 把地面都打成了筛子 我认为这也 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但是呢 乌克兰就指责说 说俄罗斯啊 在乌克兰的士兵 他们举手投降的时候呢 还对他们进行枪杀 说这是不人道的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呢 俄罗斯方面啊 就放出来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们看到 应该这个镜头呢 就在在俄罗斯的 这个士兵的身上 所以他拍的呢 就是俄罗斯的士兵 他面前所发生的情况 那这个视频里面就看到呢 在地上啊 挖的一个坑里面啊 有两个乌克兰的士兵躺在里面 那么他们两个分别 手里面都抱着那个机关枪 等于说是重武器 对吧 机关枪叫重武器嘛 反正就是机关枪啊 叫不叫重武器的 这个也不重要 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士兵来了以后呢 就跟他喊啊 放下武器 但是呢 乌克兰那两个士兵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分不出来 那是俄罗斯的士兵呢 还是乌克兰 他说自己人自己人 但是这两个人 那仍然是手里面 并没有放手 他手里面的那个机关枪 那俄罗斯士兵呢 还在喊呢 交枪不杀 放下武器 但是那两个人呢 好像就反应过来了 这不是他们自己人 但是呢 他两个也没有放下武器 那么俄罗斯的士兵 就把他俩打死了 我看到呢 这个子弹在打到他俩身上的同时呢 他们俩还说了说我投降 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武器 这是俄罗斯方面公布的一个视频 我估计他就想来证明 乌克兰那士兵哈 他们不放下武器 甭管他什么状况 他是说搞不清楚状况啊 还是说他搞清楚状况 富于顽抗啊 反正是这个视频里面 他武器并没有放下来 他说我投降呢 也是在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开枪的同时 他说的我投降 但是呢 也并没有投降 乌克兰那士兵呢 我觉得就不聪明啊 你遇到这种情况 就算你认为是自己人 你能不能把那个武器 你就扔了 你就举手投降 然后你之后发现 自己人投降投错了 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就认为是自己人 跟着喊自己人 自己人 还抱着那枪 你这也不是找死吗 我看到俄罗斯方面 新闻报道呢 本来就是他们 前两天拿下来 那个索列达尔 是距巴赫木特 30公里 但是我今天看着 他们现在已经 往前推进了 又推进了20公里 距离巴赫木特呢 不到10公里了 看来拿下巴赫木特呢 可能指日可待 但是巴赫木特 一定不好拿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哈 他这个地下呀 比原来那个 马里乌波尔 那个地下的公式呢 还要完整 还要更坚固 因为这底下说是 坦克都可以在里面开 一定会不容易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的啊 今天我看到 中央电视台呀 发了一个国际瑞评 这个国际瑞评的题目呢 是美国要是真关心 太平洋党国 就先向马少尔群岛道歉赔偿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书评啊 我就不跟大家全文来读了啊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大家可能听说了啊 就是美国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在马少尔群岛进行核试验 他先前后后呢 在马少尔群岛呢 进行了有六十七次的核试验 其中还包括一次清淡的试验 那么你就可想而知 他就对当地造成了核污染 有多么的严重 对吧 不仅如此啊 那美国在他自己的国土上 进行核试验 造成污染的那些土壤啊 他们还拉到马少尔群岛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就从这个 你就看啊 为什么美国说 日本往海里面放那个核污染水 他们觉得没事 因为美国污染 可比那个日本那个污染要重多了 要严重多了 同时我想他支持日本往海里倒核废水呢 他也是别有用心的 他有可能想转移目标 但是他现在能转移目标吗 其实不能 其实不能 那么他在四五十年代 往这个马少尔群岛 在那做六十七次这个核试验之后呢 那就不停的有组织呢 就去帮助这个马少尔群岛上的那些个岛民 主张权力 对吧 那么在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呢 美国迫于国际压力 就和这个马少尔群岛啊 签订了一个协定 美国呢 就同意 就和试验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了财产和人身的损失呢 承担赔偿责任 还派了医生什么的到岛上给他们看病 以前我也看到过那种报道 但是美国呢 给他们的赔偿啊 源源低于这个损失 美国给当地提供赔偿呢 只提供1.5亿美元的赔偿 那么当时呢 国际社会就有一些正义的力量 就觉得1.5亿美元太少了 1988年的时候呢 就成立了一个国际仲裁法庭 这个国际仲裁法庭呢 就裁定美国应该向马少尔群岛赔偿23亿美元 但是呢 遭到美国的拒绝啊 哎 你看啊 美国呢 就多么的双标 他对于这样的国际法庭的这种裁决呢 他就拒绝啊 反过来呢 他去鼓动菲律宾 搞一个什么国际仲裁 中国根本就不承认 然后做一个裁决呢 就强迫中国来接受 还有一些咱们中国人的一些傻叉 跟着起哄觉得中国就应该接受 你看到美国了没有 美国给人家马少尔群岛 成这个样子啊 人家足足被喂的 那个地方还有法生活吗 给人家好多人得兵死亡啊 你想想看 在那个地方搞核试验嘛 对不对 好 要求他赔偿23亿美元就不干 给乌克兰一提供就提供上百亿啊 对不对 美国是什么一个蛇蝎的心肠 这个就不言而喻啊 他给乌克兰提供 就是为了来对付俄罗斯啊 所以乌克兰就是说呀 你不需要觉得说呢 你给我这个钱好像施舍我似的 实际上我是为你卖命的 你知道吗 他要求人家给他卖命的时候呢 他就出钱 结果呢 他造成了人家这些岛民的伤害 已经造成继承事实了 然后呢 他就不给钱 连23亿都不给 美国什么玩意儿 这能说是人权吗 你是保护人权啊 还是侵犯人权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但是呢 美国他就不执行 也没办法呀 去年的时候呢 联合国还出了一个决议 就敦促美国来解决这个事情 那美国他哪执行啊 他根本就理都不理 你知道吗 最近呢就有100多个机构和组织 就联名给美国总统拜登写信 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相信他就是不理啊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还写这么一个国际瑞评 可气不 那些个汉奸们 你们知道美国做的这事吗 好 下一个新闻呢 就让人比较扬眉吐气了 觉得痛快 是什么呢 就是上海检察机关呀 首次对海外的在逃的那些 红通分子 对于他们在境内的资产 进行没收 这是中国第一次 中国以前的时候 针对那个郭文贵啊 曾经呢 做出来这个法律 说像郭文贵那样呢 可以进行缺席审理 缺席审理完了以后 做的判决呢 然后就直接执行 你郭文贵 你回来不回来也无所谓 那么这个呢 就更给力了 检察机关 直接就没收他们的财产 你爱回来不回来 不管你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呀 现在正式启动了 对拜登的调查 调查什么呢 就是拜登把保密文件 拿回家的这事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呢 在他华盛顿的那个办公室啊 已经发现了有40个文件 是属于机密文件了 那么现在发现的呢 是在另外的一个location 另外的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是哪儿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呢 是另外的一个地点 又发现了 他有一些文件 是属于机密文件 第二个地点 有多少文件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很显然 拜登呢 他也犯了和川普一样的罪行 现在就有意思了啊 美国呢 同时前任和现任总统 现在都被调查 都有可能被控告犯罪 下一个新闻呢 是一个好消息啊 说伊朗的教育部啊 公布说 从2024年开始啊 中文将会被纳入他们中学基础教育的一个逼选课程 随着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呀 全世界呢 越来越多的人 有这个学中文的愿望 其实一开始呢 就是有一些人呢 有这个学中文的需求 比如说呢 他想到中国去工作呀 想到中国去学习呀 那么他喜欢中国文化呀 或者为中国海外的机构 或者是公司服务啊 或者和中国进行做生意呀 这些啊 各种的这个动机和原因吧 那么有一些人呢 就会学中文 那么在他们的带动下呢 那有的人呢 可能也有了这个意愿啊 觉得学中文不错呀 首先呢 中国人到处都是 对吧 经常会看到中国人 那你会点中文的话 和中国人聊两句啊 也是一个挺好的事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菲律宾呢 好像也在开设类似于这样的项目 其实我们还看到呢 有一些旅游博主啊 他去到全世界呢 好多的国家 我们会看到 在好多的国家 有好多人都在学中文 最后一个新闻呢 就是饶的了啊 我也已经说了十条了啊 再加上一条呢 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呢 就不喜欢听这个 汪小飞和大S的这事啊 其实汪小飞和大S的这事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社会现象啊 今天呢 又传来了 说那个张兰公布啊 说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个 麻六剂的酸辣粉的这个生意啊 或者说他酸辣粉的这个产品啊 说已经进入到 沃尔玛的一个系统里了 哇 这对于他们家来说呢 这是一个大消息啊 我觉得他搞这个麻六剂这个酸辣粉啊 应该比他以前开那个 翘江南的那个 可能还要赚钱 因为他可以批量生产啊 我看到呢 有的自媒体博主啊 现在就开始酸这个大S了 觉得你大S你要不要后悔啊 你要不要后悔死啊 你现在看人家这个麻六剂 一旦进入沃尔玛以后将来 如果在沃尔玛里面 有个受欢迎的话 对吧 这玩意儿这个发财不发大了去了吗 你本来你大S可以成为 这样一个跨国公司 跨国集团的一个老板娘 可是现在呢 跟你没关系了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哈 哎 我就觉得说哈 你觉得这个大S 你说他是不是他客夫啊 本来他和汪小飞两人结婚的时候 人家他们家是很旺的 对吧 结果跟他结婚以后呢 后来就发生了导致他们家 就是破产的这件事 不过我看到有人说 说人家他们家并没有破产啊 反正就是大不如前了呗 是不是 张岚原来那么大的一个老板啊 到最后呢 天天在网上非常的拼 对不对 那肯定是大不如前啊 那么大S和汪小飞两人离婚 他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他看着人家他们家呢 不那么有钱了啊 就跟人家离婚 可是呢 没想到啊 人家现在对不对 打从跟他离了婚以后呢 人家慢慢的 人家又起来了 现在眼瞅着 要成为一个啊 国际化的一个大公司了 和汪马就成了一个合作伙伴了 你看 所以呢 有的人就是说啊 你大S啊 要不要后悔死 那我就想呢 大S没准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的话 他们家更惨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